你没有男人的底气和对话能力 你没有主张事情的能力 就算他没有主动的提出来说 老公你这边每个月需要多少钱 要不给你个三千四千的吧 那你也可以提呀 但你从未曾提过呀 其实通过你们两个人的交往 我才发现语言强势不是暴力 沉默才是真正的暴力和强势 提起你的沉默了 他只有哭的份 他说你不跟他沟通 怎么问都不说 他就一直在那哭 到底你俩谁强势啊 反正你问我三天三夜我也不说 王女士这边呢 其实你也觉得自己挺冤的 你跟你丈夫相处这么多年 你太蒙着头和惯性地去生活了 你没了解一下他的脾气秉性吗 他不敢对话 他怕你 所以呢 还是要陈先生强一点 我说的强就是 你像一个成年男人的样子 气场和气质上增强一点 有点对话的底气和能力 让你能强一点 你就显得他弱了 还有就是王女士 你的情绪在他看来就是你的厉害 你带情绪说出来的话很不在理 六十就是大手了 你说人家还年轻这不是强词多理吗 而且曾经的这些事情一直不忘了 不就是你过了一些苦日子 然后公公婆婆那边没给你经济支持 你带情绪说出来的话 别人真的觉得你修养好差 真的觉得你这个女人不懂人情事故 所以第一个 她不是不跟你说话 她是不敢跟你说话 她希望你温柔一点 第二个 你所有情绪的表达 在她看来 你就是不讲理 你就是没修养 你就是不孝心 你就是厉害 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